21世紀經濟報2日報導 據清華大學研究 中國在2010年因為空氣污染而健康受損 導致死亡的人數高達123萬4千人 占中國全體死亡人數的15% 清明節前夕 一群八九民運的參加者和民間知識分子 4月1日聚集河北省政定縣 以莊重儀式 攻擊了1989年六四死難者 他們在河北省政定縣殯儀館明德堂 向六四死難者訴例莫哀 並宣讀攻擊詞 呼喚死難者的名字一一攻擊 這次事件發生24年來 在中國大陸第一次民間以攻擊的形式 追思六四死難者 BBC報導 位在德州的一個美國人權組織 頒發年度捍衛自由勇氣獎 也流亡在美國的中國盲人鬼權律師陳光成 這個組織將安排陳光成 與美國前總統小不息見面 去年的捍衛自由勇氣獎 同樣頒發給三位中國的維權律師 芬雅公、彭彪和將天勇 但三人都未能前往美國領獎 西藏拉薩礦區3月29日發生貪方事件 83名工人遭到活埋 截至4月2日晚間 救援人員共搜尋到59具遇難者遺體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我們下載到